2003年的米勒台风 中心虽然没有登陆台湾 但台东灾情惨重 温泉区三人罹难 还出动直升机找人 由于康瑞台风跟米勒台风路径相似 现在希望悲剧别重演 目前康瑞台风的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 已经来到250公里 持续增强涨胖下 不排除中台等级上线青台 根据气象署最新资料显示 台湾本岛受到暴风圈 侵袭机率几乎全破九成 暴风圈笼罩下 几乎全台都有机会放到台风架 如果依照气象署目前的预测路径 它的暴风圈会在礼拜四的上半天 逐渐笼罩到全台湾 所以目前看起来 其实全台湾在礼拜四 甚至到礼拜五的上半天 都有机会笼罩在它的暴风圈之下 比估星期四 星期五影响最明显 尤其是星期四下半天 星期五上半天 几乎全台都在暴风圈内 目前从风雨预报资料看 康瑞有机会在星期四下半天 登陆花冬 因此星期四 以花冬和恒春半岛 有机会先放到台风架 星期五全台都在暴风圈之下 可能全台都会放到台风架 当然礼拜四的时候 北部东半部的机会是最高 那礼拜五的话 就要看它的移动速度 是不是有很快的往外移 但是其实目前看起来 礼拜五至少在中午前的时候 全台湾都还是笼罩在 它的暴风圈里面 所以其实礼拜五也是有机会 按照停班课标准 除了阵风达10机外 单日雨量达到200毫米 就有机会放架 但台风架放不放 取决各县市长的考量 评估后决定 数据以上只是参考 怎么放是高深政治学 东西文章成黄建华 在台北台方报导 中文章成黄建华 中文章成黄建华